太棒了 看到今天出現了國際化的專案 接下來是愛代儀Alan 然後請JemNinVC 請問下一位有在嗎 可以舉個手嗎 OK 變形得好嚴重 大家好 我是邵仔 大家好 我是小草 今天要跟Alan 這是艾倫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愛代儀在做什麼 就是最近我們愛代儀的成果發表 我的代儀無情練等 請大家不要危險 我的台語不是那麼流利 那請大家不要嫌棄 這是愛代儀的面積的粉絲專頁 我們最近有一個叫做世家語台語 叫做逛街學台語 因為大家在世家的時候 你應該會看到很多工棒是用台語來寫的 但是那個台語不是很儘管的台語 那是火車文 就是我們在逛街的時候常常會看到很多 就是試圖用台語去書寫的招牌 那那些招牌大部分都不是用真的正確的台語字寫 譬如說大家今天中島的時候有吃 俄油 俄油就是愛玉 大家中午的時候有吃愛玉 那愛玉呢它其實要寫成這樣的字 就是你在講的愛玉是這個俄油 那就有的攤販它會寫成俄魚的油 聽起來有點恐怖對吧 那是因為就是大家不知道台語 本來的字是怎麼寫的 那甚至有一個 阿嬤可以讓你照顧 很高興的 那 他有什麼沒問題的理 就是 阿嬤可以讓你 那這樣就會鬧出不少笑話 所以說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我們可以讓你翻譯 用正確的台語文來寫 那那個相片 就用粉專的相片 就用粉絲專業的私訊功能 傳給我們就好 那我們的正規話團隊編輯過後 我就會把它做成圖片上架分享給大家 阿嬤來 我們請Alan來分享一下我們愛台語的私訊方法 來 大家好 我要介紹的是用 師父 現在 師父 抱歉 師父 現在最流行的就是師父 這兩日 現在就是說 你會讓你 這個抱歉的地方可以抱進去花文 叫做師父 抱歉後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種的講法 譬如說 歉夫 譬如說 老歉 譬如說 譬如說 頭歉歉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學怎樣 用愛台語這個 夢 夢 夢 來學台語 還有就是 我們可以 讓你們聽到發音 歉夫 歉夫 有聽到嗎 他說歉夫 這就是語音合成 現在不是電腦鏡 我們是說電腦 語音合成 這樣 來 來 而且我們有幾句 可以用語音合成 來說 對 聽到很順悉的代語 因為我們現在的語音合成 還沒很完美 所以 所以大家可能沒辦法聽到很順暢的台語的講法 不過你也要參考一下 好,謝謝